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那個RANK欄位 它是希望M欄,M2到M311這個範圍 而且它的提示就是用RANK.EQ,函數 然後呢,平均成績計算它的排名 然後呢,第二個需求是 自訂數字格式,僅顯示前50名 包含,也就是說排名裡面有310名 那當然只要是大於50名的東東不要那麼看到 OK,那怎麼做 另外特別RANK.EQ 那當然RANK其實最早 我記得好像在Excel的2007以前的版本 其實就只有RANK 那後面的話呢,其實才多增加幾個 所以你插入函數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樣,它好像也是放統計類 那你只要再打一個R就可以了 應該跳到RANK 那你會發現RANK 他本來是只有一個RANK 那現在他把它拆成兩個 一個叫RANK.EQ 一個叫RANK.AVG 一個叫RANK.AVG OK 不過理論上應該都用RANK.EQ比較多 很少用RANK.AVG 那為什麼呢,其實 主要是RANK.AVG實在是太奇怪了 比如說好了,假設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有兩個 理論上應該是並列嘛 再來就是第五名 可是RANK等於AVG 它蠻妙的 不 它如果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它第三名跟第四名它是什麼 最後第三名顯示出來的,你會發現蠻奇怪 第三名變成第三點五名 它是怎麼樣的原理 AVG 就是說 把名次第三跟第四 加總在一起 除以二 OK 如果兩個同樣名次 就除以二 如果三個的話就除以三 四個就除以四 也就是AVG 所以這個還蠻奇怪的一個平均方式的 所以理論上很少人應該會有名次 希望看到是點五 或者點三三三三三 或者小數點那種 名次的小數點真的蠻奇怪的 那怎麼算第幾名 對不對 如果你 假如拿到第三名 然後回去顯示說 那個獎狀上面是顯示 你得到三點五名 對不對 蠻奇怪的 沒有名次是小數點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都是RANK.EQ RANK.EQ的概念 那就是我們比較常用 所以這邊理論上應該都是RANK.EQ 好 RANK.EQ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 跳出 跟你要三個參數 這三個參數的話 大概 理解一下 LUMBER其實就是 你這個人的成績 他的平均成績是79.57 所以把這個成績給他 這個人的成績 OK 那第二個的話 REF 如果你將來看到這個參數的敘述 其實它就是 叫 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參考 其實就是 中文意思是要參考範圍 所以reference通常是要給一個範圍 OK 所以 以後看到REF 你們可能就是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參考的一個範圍 所以中文名稱 那他 以SEO他就是前面他都是用這種很奇怪的一個參數名稱 所以會反而會讓人家覺得看不太懂 所以以後記得這個還蠻常出現的 reference 好 那我們要參考的範圍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 他的成績在整體的 成績應該是跟其他人的平均 相比較 所以呢 記得要優標放在L2 然後把它選到底 所以選到底的話呢 記得快速鍵是Ctrl Shift向下 OK 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幫我選到最下面 就是L2冒號L311 OK 然後 最後的話有個order 那order的話呢 理論上就是說 你到底 你的排名是要 根據他的成績是要 递增呢 還是递減呢 所謂的递增跟递減是說 名次高的放前面呢 還是放後面呢 理論上應該是高分在上面吧 低分在下面吧 那這個應該是什麼 高分在上面 低分在下面 那應該是越來越 越來越少吧 所以是递減吧 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的敘述 order的話呢 他這邊有提到 這邊有有沒有 他說要唯一 就是說你這裡面 一定要給我一個數字喔 然後呢 零或省略的話呢 表示是递減 那其他任何非什麼呢 非0的數值 一般是1啦 那就是递增 所以我們因為要递減嘛 對不對 高分在上面對不對 低分在下面嘛 還是递減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理論上你就輸入0 或者省略都可以 那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當然 你以我的習慣 能不填就不填嘛 那就省略就好了嘛 不然你填一個0 那也有人會填0啦 甚至也有人會填一個false false的話也是0的意思啦 所以喔 這裡的話你要不要填0 或者你不填0 其實都可以 那我們就省略好了 因為這邊有講說0或省略的話 那就表示是遞減排序 好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不過確定之前 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你確定之後的話 待會呢 因為會向下填滿 有沒有 那向下填滿的話 會發生一件事情 你的參考範圍有沒有 如果向下填滿 之前遇過嘛 就是L2 這個2呢 只要向下拉一個 他就加1了 加1這邊L3 然後311變312了 不對啊 範圍就跑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參考的範圍 一定要鎖起來 所以一樣的道理 因為只要向下嘛 所以記得喔 直接把2跟311前面 加個前的符號 就OK了 或者是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 reven選起來 然後按兩下那個F4 第一下的話呢 是藍跟列都鎖 第二下的話只有鎖列 OK 按兩下喔 F4 它就會只有鎖列的部分 也就是2跟311 前面加了前的符號 OK 應該可以懂嘛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前面我們有特別特別 針對那個鎖的部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想要用鎖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定一個名稱 名稱就是這個範圍 L2到L311 你給它一個名稱 按F3也可以啦 不過因為這一題 他沒有要我們第一名稱 我們就不要這樣做啦 OK 按確定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滿 快點兩下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幫你排名的 那當然最高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啦 當然 第11名的有沒有 他就是89.57嘛 然後往下看一下 當然 名次越前面的話 分數一定要越高 所以最後我是建議啦 你還是要驗證一下 有沒有發現 第13名 有同分 因為同分嘛 89.29 所以他不會用那個 這個 RANK.AVG的話 他就變成可能 名次就變成13.5啦 OK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用RANK.AVG的話 那蠻奇怪的 我覺得排名 居然有小數點 那 其他的話呢 底下 名次部分 這樣應該OK啦 所以第五名的話 90.7 當然 最後他是希望說 名次裡面 我只希望看到 前50名 OK 那 50名以後 不要顯示出來 不要顯示的話 那以前你們要怎麼做 OK 你說 老師 老師 我知道 有不要放RANK上面 然後用篩選 篩選 篩選可以啦 可是問題篩選 它頂多 是把那個什麼 前50名的留下來 可是它最後效果不一樣 它是希望說 這個不變動 它也不要隱藏 而是說把這些有沒有 把它恢復一下 它是說把名次大於 這一個50名以後的 讓它的格式變成 等於是有點是 不要顯示啦 或者是甚至把底下 字的顏色變白色 有點類似這樣 把它變白的 有沒有 字型顏色變白色 這樣讓你看不到 實際上它還在 有沒有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是 用格式 而不是用篩選 或者是說 用其他方法 排序 沒有它不是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讓它 把那個 格式的部分 隱藏起來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不過這邊可能 會需要用到 制定格式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 先用RANK.EQ 把這個先 算出它的排名 那第二個的話 一樣 選取那個M2到最下面 所以一樣要先選取 Ctrl Shift向下 M2先選起來 這個範圍選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 請你在這個選取範圍上方按右鍵 然後找到儲存格格式 主要是針對這邊 其實也不難 這邊的話 給它一個格式就可以了 那格式要怎麼下 其實跟各位講 上面這些格式都不行 只有一個制定 又要來到制定了 那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透過制定這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這邊可以輸入公式 那也就是在類型下方這邊 原來叫什麼 區斜線通用 這把他delete的掉 那你要怎麼樣給那個條件 不過這個我是覺得比較少用 因為一般不太會這樣用 但是他考試是要你這樣做你就這樣做好了 可能還是要稍微記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什麼條件發生 那如果條件發生的話 以前我們用一幅啦 可是在這邊的話是用中瓜糊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中瓜糊裡面的話呢 就給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如果這裡面的資料 的條件 假如是什麼呢 假如是小於等於50的狀況 小於等於50 OK 小於等於50的話 那等於是什麼 1到50名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所以記得中瓜糊裡面放一個條件 然後在中瓜糊外面 等於它的右邊 記得再輸入一個0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0代表什麼意思呢 0的話代表就是說 如果小於等於50的話 那就幫我取得什麼呢 取得它現在裡面的數字 那意思是說 小於等於50不變 跟現在看到的狀況是一樣的 那會變的是哪一些呢 就是後面再加一個分號 分號的話是反之 反之的話呢 後面呢 就不要給任何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輸入一個0 它就跟原來一樣 可是如果你不輸入一個0的話 它就會把裡面的資料不要秀出來 所以喔 分號後面就是反之 反之就是沒有東西 那就是不要顯示出來的意思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地方又是另外一種寫法 它這個有點不統一啦 有沒有 它其實應該是 如果假如 是不是能夠讓它變成像 前面的那個公式一樣 但沒有喔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記得中瓜湖是一個條件 然後後面這個叫顯示的資料 就是顯示為 0的話指的是原來的數字 那分號的話呢 就是反之 後面的話不要放任何東西 那就是不顯示 好 理論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公式其實好像沒那麼長 好像之前我們有一題 好像202吧 202有一個是 是放紅色跟藍色 OK 那 那個又比較特別 所以我覺得制定格式這個可能 考試的 如果針對正道考試這個可能還是要背一下 這個沒辦法 馬案確定 看一下結果 對不對 好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得到的結果 是跟我一樣 它只會顯示50名 有沒有 1到50名的那個排名 有沒有 第一名這邊有顯示 最高分好像是91.71 如果假如是你看到是前50名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應該 你這個結果應該是沒錯的 OK 理論上OK 好 那這邊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重點回顧一下 所以 這個RANK.EQ RANK.EQ 大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RANK.AV區 反正學了至少 把相關的都學一下 然後記得這個要鎖起來 Reference 這個一定要鎖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範圍選起來 Ctrl 去個向下 公式的話 記得是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然後 就這一串 就在制定裡面 輸入 先打個中瓜弧 然後在中瓜弧裡面 就是條件 條件是小於等於50的話 就輸入數字 0的話 是要顯示 然後 後面加一個封號 封號 後面保持沒有東西 就是不要有任何東西 OK 當然特別注意 這個封號後面 你千萬不要沒事 自己再加一些 你知道老師 我覺得這邊應該多個空白 空白 空白 空白會不會有事 其實按確定看看 結果一樣對不對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證照考試的時候 這邊沒有分數 因為它偵測到你多一個空白 所以沒事 不要隨便按空白鍵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很奇怪 就是覺得好像按個空白 好像是一種習慣動作 還怎麼樣 千萬注意 按個空白 沒有分數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不要那個自己在那邊 有一個壞習慣 所以 因為我之前也常常 幫他從前看 我說 對耶 你都對耶 你公司也都對耶 為什麼不對 後來因為這邊姿態小了 我可能還要再往 往拉近來看 我還要貼到電腦前面 這樣仔仔仔仔仔的看 然後我還要先前後這樣移動一下 喔 我發現了一個東西了 為什麼我往前移動的話 沒有到分號這邊 而是中間有多一個東西 顯然你沒事多個空白幹嘛 OK 這個就沒有分數喔 因為它是電腦評分的啦 電腦評分就是 要完全一樣喔 你多個空白 它就視為是錯誤喔 這點很重要 我發現很奇怪 很多人就是沒事就喜歡多個空白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問題是電腦裡面 只要多個空白就錯了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不知道耶 這有的人就習慣就是 OK好 然後記得啦 不要這個東西啦 所以最後我會把它Check一下 不要沒事就多這個 按確定 好 這樣就OK了 當然啦 如果說你不用這一招啦 其實如果假設你不用這個方法 其實我也想過啦 假設說你不用這個方法 其實用另外一個方法 設定格式化條件可不可以 新增規則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只包含儲存格 那這邊不是有儲存格 假如是什麼 大於好了 大於50的話 那把格式怎麼樣 它的字的顏色變成白色不就好了 有沒有 如果它的條件 當然我是第二個 設定格式化大於50的話 把它變成白的 這樣也OK啊 有沒有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方法 考試一樣是沒分 但是你工作上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也是我們要 所以怎麼說呢 考試就會有考試要求的 但是你如果自己要做的 可以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 OK 所以你要應該懂得活用啦 我是覺得 所以應該知道我在用哪一個吧 因為這個也蠻重要的 新增規則就好了 那這個規則的話其實很簡單 就是選第二個 因為不用再用公式 你說老師那之前你都教公式 不一定一定要那麼難吧 你可以用簡單的 另外的方法就是 把他的出生格裡面 大於50的 他自己會多一個等號 應該是大於50 應該是大於50